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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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痛 神經痛 一看到澳洲消防猛男打赤膊 現場傳出驚呼聲 上演著鷹繩救美戲碼 秀出結石腹肌還有生堂 澳洲消防員當場也和台灣消防員交流 宣導防災觀念 這回來台除了做工藝 也拍攝宣傳閱歷 當然不忘抽空品嘗台灣特色美食 一連吃了三次臭豆腐讓他印象深刻 不過是不是豆腐太臭 想用酒精飲料束束口 因為日前他們被民眾募集 在捷運車廂內大喇喇喝啤酒 大口大口的喝著啤酒 這個人喝完換下一個人喝 仔細看他們身上穿著的T恤 寫著消防員的英文字樣 腿編還放著市議會字樣的題材 被民眾認出是澳洲消防員 我們認識我們的錯 我們認識我們的錯 我們認識你的地方的重要性 和我們對不起 北街公司表示 他們沒有接獲相關通報 不過根據大眾捷運法規定 旅客在捷運禁止飲食區內飲食 可除台幣1500元以上 七千五百元以下的罰還 我們提供的罰單 我們提供的罰還 我們提供的罰還 手上拿著罰單 證明他們已經繳納罰還 領隊再次向外界致歉 想必澳洲消防員們來台 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訓 台灣美食以及美酒 可不是走到哪 就可以喝到哪 TVBS新聞正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